你怎么知道我们这人啊 怎么办 怎么办呢 我给你 我给你搬出来啊 怎么呀 今天 你一人提过什么呢 提出 来得正好 你说怎么办呀 这钱总跟余总因为我的事 跟曹总吵起来了 怎么办这 吵起来了 你怎么会 你找人出来了 不看 丽莎 你说得很有道理 一山不软而虎啊 还都是萌的 不是 这怎么办你 走吧 这怎么办 怎么办 两家公司现在刚刚合编 的确需要开源节流整顿资源 所以曹总 金仪不在您的后续计划之内 不非常理解 不过呢我听说 子公司腾达那边也在招人 那我听说 那我听说 子公司腾达那边也在招人 金仪很熟悉业务 与其外聘 不如把她吊杆过去 李总有这个想法 我非常理解 但裁员决议是人事部 经过专业评估的结果 我是不会带有任何个人情绪的 我相信在这点上 李总跟我是一样的 那也就是说 HR对于外聘人员 即将产生的时间成本 试错成本 以及是否符合您总的战略规划 都已经报备给总裁办了是吗 当然 如果李总需要 可以让HR现在进行分析 曹总 所以我依然认为 吊岗是最好的决定 您觉得呢 我怎么觉得曹梅的反应不对 不管怎么样 金仪呢 是我亲手招建航行的 是我们一路打拼过来的伙伴 我不可能让她流落街头 至于曹梅嘛 咱们就 战术上重视 战略上藐视 兵人来将党水来土掩 一切应该就能 迎人而解 话是这么说 但我总觉得 她就是故意让你解决不了问题 不会吧 咱们俩关顶是在工作的 又不是在演工作群让她开心的 再说 咱们两家公司合并 后续发展的路还长着呢 八卦一句啊 当时老红利的船 不是船得沸沸扬扬扬的吗 我也是最近在这里 林总在关顶合伙人 不只是马豪 她未婚息呢 又怎么了 你说 曹梅是不是因为 个人感情因素 才故意针对你啊 我是助理总裁 职位给她高半戟 加上你我呢 又突然分走了她好多职权 她恨我也正常 不是 我的意思是 是另一个层面 感情方面的 你懂了 先生说什么呢 我之前又不认识她 怎么会有情感周围啊 我去给你买瓶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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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干嘛 卢少 宁总的水准记录 你找到了吗 找了呀 白天我就找了 哪儿都没找到 我明明放在箱子里了 那算了吧 等我回去我找吧 那个 王医生 从国外回来了 让我这几天 等宁总有扣 约个时间去见见她 眼下呀 明总这记忆是恢复了 骨折也好了 就是 这心里吧 实际抓紧时间随着吧 有道理啊 我最近也觉得她奇奇怪怪的 反正 不然没什么用 但还是去看一下呗 是不是 自从她和立荣联手收购了恒星 解决完公司的危机 不对 自从她收了李浅 做助理总裁之后 整个人就 那种感觉怎么说呢 就是 所以说你也觉得我哥 现在有一点儿 针对李浅 隐隐约约有这个感觉 那就对了 我哥他现在啊 就是公报私仇呢 你是说 明总把李浅 放在压草莓半头的位置上 不是为了地方曹总 而是为了 报复李浅 两个都是吧 什么毛病 明总 你 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从你偷偷回望高管的时候开始 我 明总 我 我哪敢呀 我是重复卢少的话 卢少的话 李浅之前那么对我 我不该让他知道后果吗 您说得对 你刚才说李浅跟草莓不合 到底什么情况 明总 您是不知道啊 刚才咱办公室 那可是针尖对卖忙 一出即发呀 就 结论呢 钱总 四两薄千金呢 外聘转内调 把他的手下 平移到子公司去吧 他要是在职场是那种 任人余佑的小白兔 那也配不上 做官邓的助理总裁 对对对 李总 我看你好像很喜欢吃鱼 主张让刚刚上新早 我特意多打了一份 为你一起吃你不介意吧 不介意啊 谢谢乔总 刚才的事呢你别介意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在东西 曹梅怎么过去 就是不对事 不对人 所以就这么年少 你也不介意 我先坐下吧 曹总多久了 欺负我像老李又 干嘛去你 咱们俩都是给老板打工 立场不同而已 变得不胜 那你是没见过脑里发工 发什么工 你是不是知道 之前啊 他在我们恒星团建市 大家一起玩的那个 说话气死人阴阳师大赛 这钱总可是得给我冠军的 他呀可是宗师级阴阳怪奇的高手 据说真的 成名招了你这么一个得力干将 我是真的很替他开心 曹总谬赞 不过呢 像宁总这么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居然能将开心这么重要的情绪 交由你来管理 我看还是曹总更得宁总的信任 我这个干将啊实在够不上斗力 这鸡皮疙瘩的那个表情 你这么说也没错 可能是因为我们之前订过婚 所以他对我 比对别人会更多一份信任吧 原来是宁总的前未婚妻啊曹总 是敬是敬 能不能请你帮我一个忙啊 我真的求求你了 帮我在宁总面前多美颜几句 让他有空别整我了 你说我吧 职位听着再高 不过也就是一介打工仔 就是混口饭吃 他好歹也是一介总裁吧 整天揪着我的小辫子 算怎么回事啊 你可能不太了解陈铭 陈铭他这个人呢 一直都是这样 我之前也劝过他 他对所有人都是这样 没有争对你 所以李浅 你真的不用放在心上 我是没有放在心上 我就怕他把我放在心上 曹总 我吃好了 您慢慢吃啊 再见 走吧 那老妖婆说什么了都 口蜜附届免里藏针 一查接着一查 完全不给我喘气的机会 每家公司都有这种热衷斗法 不爱好好工作的人 虽然说见怪不怪了 但现在两家公司处在合并磨合期 一大堆事要处理 还搞这些 他后面的事呢 你能不掺和就别掺和 尤其是马浩留下的那堆烂摊子 比如 顾兰那部分冻结的股权 怎么了 可是我已经按照草莓的意思 把和解文件 发给顾舍 什么时候 昨天 人 人家毕竟是副总裁 法务总监的位置事交出来了 需要我配合工作 我怎么不能置之不理啊 算了 之后呢 你就多听意见 赏下决策 省得回头尽被冤枉过 好的 钱总 走吧 爸 爸爸今天来 是有什么钥匙要交代 关顶的钱 你是有打算要回来 现在有利荣托底 要是在这个时候完全撤出 恐怕才是对我们不利吧 难不成你还要等到马浩的事情结束 案子总会水落石出的 何况现在情形对我们故事有利 关顶会为了阻止我提出诉讼 用额外的条件来换 我觉得可以趁着这个机会 李静凡是个冷糊涂了 你怎么也跟着犯魂哪 是小叔又向您告状了吧 是 我拒绝了他那个项目 回报率高的下人 提供的资料真实度严重存疑 总之 关定的事情如果处理不好 爸 是不是不论我做什么 您都不会瞒 距离内部财报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您好自为之吧 爸爸 有个事情得跟您报备一下 按照您的意思 我和李琛过两天就订婚了 不过照现在这个情形 您说这婚是订还是不订啊 毕竟 我从小就被您送去跟李家兄弟 同一个学校 去同样的国际下离 这一笔投资 不用是不是太可惜了 爸 要不趁现在李家还有油水 咱先捞着 回头要是不行了 我立马离婚 怎么样 女儿很乖吧 给我来 爸 我后面还有个会 没时间陪您了 要不您先 我可以看你 我可以看你 好 我可以看你 可以听你 我可以看你 要不然 不然 我可以看你 今天 是 告诉官邸 拒绝和解条件